大家好,欢迎收看《数据尋宝》 这个环节我们是用不同的财务指标、数据 甚至是技术指标,与大家筛选股份 今天身边有嘉宾KK,与我们一起去尋宝 KK你好 Hello Iris 今天的主题就是北水外股 昨天来说,港股的北水不错 我们当然已经打穿了万九点的大关向下 但是大市在低位附近,反如北水涌入 正流入到接近五十亿元的规模 计算一些据报的统计,应该是下半年以来最多 这样的看法,我们跟着这个水源 即北水去选他们的深水股份,有没有危险呢? 可以这么说,是跟着资金走先 但他们都是散户 都是散户 不过,起码看到他们有资金流入股市 而且北水有个情况 很多时候越跌越卖 也未必代表一定是见底 所以才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指标 是的,如果他是游泳好手,就找鹿泳那些 转身很快 所以要配合多些指标去看 不如这样吧,我们都运用大数据帮我们 第一轮尋导 设计了指标,包括要过去五个交易日之内 多次打入到十大活跃的港股通股份 同时最重要是股价够帅 要跑赢就同期的恒指走势 事不宜迟,筛选过这些标准来说 我们拿个放大镜出来去尋导 出到来的结果,大数据帮我们 版面上的股票 版面上的股票 以近期算是过去的一个月之内 8月8日至9月8日为止 资金流情况的排列 版面上我们不如先说一下前排的那些 因为有好几只累计剩入超过10亿 包括中海油、比亚迪 内房还有中海外 累积以6800来说 入到接近13亿的规模 有没有什么启示出来 有些惊讶 其中一只就是中海外 内房的情况好像未解决过 但你见到资金都愿意去买 还有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 为什么好像没有一些科技股 因为科技股 我们说要跑赢 是的,要跑赢 所以如果跑输了 他们按住指数 还有还有一个就是理想 理想这个也是挺大的变化 刚刚在早前还说数据很差 但这个星期一说出新车 ET5的话 那些钱就立刻流入了 你觉得代表了什么 就是大家反而有些 觉得走漏眼的股份 觉得明明有些指标上 好像有些参差 但亦都上榜 北水这个排名 我们这样去整理出来 你觉得可信性是在于哪里 还有是否可以选中海油 比亚迪那些 是的,你见到 其实已经很大分化 比如说中海油 大家都知道 油胶上升 中海油业绩合好 那当然买吧 但是比亚迪 大家好像不担心 巴棍会沟货 是的 明明巴菲特在减持 是的 这个反映了 其实都是三个心态 觉得你减持恐慌 恐慌或者增持 所以你见到数据上面是有些参差 所以你纯粹是用北水去看的话 我觉得就不太足够 你要再加多一点技术指标 加重弱 我们第二轮的话 缩窄沉保的范围 再次是筛选过 不如看看一些技术指标 其实北水的情况可以说代表成交 是 能够不够呢 我们很多时候看它 RSI的相对强弱的指数 这个准则我们应该怎样看呢 究竟看它是否算是超买 超买的水平 是否持续上升 甚至有些我们叫做背驰的情况 会留意哪一样多些 是的 现在这个市况 我觉得就跟我们平时看有少少不同 因为大市其实是持续超买 是的 所以在超买的情况 你要找一些仍然是超买 而且你看到它短线和长线的RSI变动是多的 是的 譬如说呢 如果你说长线那些 因为长线呢 如果RSI是比较低一点的时候 代表之前可能是比较平稳 但如果你短线RSI 即短线RSI 突然之间飙升上去 代表资金在短线已经流入了 即是你说的可能是9日RSI 有没有马上飙升上去的情况 没错 那这个就可以留意到短期的资金流的变化 是的 即是我们经常分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9日RSI 14日RSI 如果两只这个数字去比较的话 9日就是那个紧贴近期的trend 就多些 数字越大就代表 其实摊缓了日子的长数 那我们再次就拿个放大镜出来 用下RSI这个动能指标去尋下补 是的 刚才也要补充一下 多过70 其实我们说超买的 买的情况就已经很踊跃了 反过来 譬如说30或是以下 超买的情况 大家都打算沽出去 那版面上我们用了14日 和更加短时间 时间长短就是9日RSI去排列 最高来说 动能指标强势的话 中移动 9日RSI上到70 其实14日都差不多了 超买的水平 但是883 刚才我们说的 北水的外股算是前排 它又再出现了 排第二位 动能指标都去到60 那我们是否选择 以个重复次数去选择的话 那就是883 如果这样看是883 因为883 由中海外也是 是的 你有没有看到883去到70 即是严重超买的水平 但是刚才所说的 就是我要看短线 哪个RSI是比14日高的 你会看到有三个 中移动 中海油 还有就是6800 是的 中海外也是 中海外也是 是的 所以如果你说 我现在是要看一样东西 就是价值便宜 甚至乎是 那个 基本面是较为强一点的话 那当然是中移动 和中海油 是 这两只是我自己受损 但是你说 我相信内防问题是解决的 是 那也是见到 今次尋补完之后 如果RSI的变动 短线有资金流入的话 可以留意中海外 是的 9RSI 就比起14日RSI 比较强势 以及我们经过了两轮的结果 不如这样 先讲一下 中海油的部署上 因为今天其实股价都挺强势 上过去到10元4毫的水平附近 就创了大约是三个月的高位 但是以动能指标来说 就是刚才也说到 90RSI上到67那些位置 那现在的位置 尴尬在于 又好像迫近到超买的情况 60多 但是仍然认为 它又是水位可以上涨 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是 等它还有没有机会回调之后 再买 还是再作部署 是的 现在如果我们用放大镜去看 当然筛选了股份 但是你买的时间也很重要 是的 譬如说中海油的走势 其实已经在挑战之前的几个定位 我觉得这些定位 就未必会去迫去破顶 因为市场不是很强 但是每次都会下到10天线 还有油价波动性 我觉得现在可以等一等 大约10元这些位置才上车 是的 10元那些关口 就像你说的 因为近期 8月底至9月头 多数在10.3元 10.3元再上一点 那些水平 就遇到阻力 不过今天就暂时 轻微有点突破 上到10.4元那些位置之后 就稍作在高位整固 那我们留待10元之后 再次去吸纳 那我们说完中移动 究竟超买之后 可不可以再更加去超买 有些股份就是这样的 超买之后就更加超买 而且可以看好它的息 其实两只股息都高 其实两只股息都高 所以都是选择它的原因 因为市场波动 如果你找一些股值便宜一点 税率高一点的话 你不怕坐 你最怕的就是股值 好像越来越便宜的情况 所以中移动近期真的很强 希望有机会去回车 50元大位那些位置上车 是的 那看回柴头关口 希望今天给大家一个提示 就是中移动50元大关 中海游方面等待回落 今天已经高位附近 落到10天线附近 10元左右 再次去吸纳 谢谢KK和我们分析 节目时间差不多 谢谢收看 各位看财经消息 日文币中间价微升 官方开出的日文币中间价最新报 6.9101对1美元 较上交易升15点指 在岸价6.96 离岸价在6.97水平 另外日文银行公开市场 开展4千亿人民币 一年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 以及20亿元逆回购操作 利率同上次持平 由于今天有6千亿元MLF到期 公开市场单日回笼2千亿人民币 据报大约20间国际金融机构高层 愿意来香港参加11月初举行的金融科技周 除了本港两间发抄行 汇丰和渣打集团的行政总裁之外 彭报印述消息说 大约20间金融机构已经同意派出高层 来香港参与金融科技周 太阳城集团将会改名LET 主席盧显逸按监管要求 调高全面收购的作价 股份今天复牌 股价度升近五成 在证监会裁定全面收购作价过低后 盧显逸改以证监会判断的每股6.9 才提出收购要约 较最初的作价高23倍 但较停牌前折扬超过五成九 涉及最多超过1.2亿 它表明无意私有化 想保持公司的上市地位 下身指数一度升幅扩大到各百点 最新的走势回信 升到69点 报18986点 公共指数向下 成交315亿多 长期消息看到这里 长期消息看到这里 跌过19,013亿多 最高的时候做过19,013亿多 但都是升多一点 又不是很厉害 都是百凌点最多 最新又缩回到91点 进着 内地股市走走走回转 反复偏远 上证看到继续 当然不是跌很多 大家应该看到最新情况 今早上最高做过3254点 最低的时候就是3216点 继续在3200点 上证指数 在这些水平拉拉巨巨 看一看内地的报道 如何形容 大盘 即大盘 即大市的意思 他们用大盘来用 整股了两个月多 拉拉巨巨局 没什么突破 其他深证成分指数 盈光幕见到 跌多了 深证 跌了超过1% 焦点消息 内地包括什么 所谓缩量逐造 还说什么 MLF 中期借贷便利 人行开战 4000亿一年期的MLF 本来6000亿到期 做回4000亿逐期 这方面今早说过 跟银行的融资成本有关系 利率方面维持不变 没有减息 其他就关注内地楼市 有更多松绑 今天传出来 包括有广州 苏州有些放松措施 而内地的证券日报 就有个统计 今年到现在 超过120个城市 是陆续放宽楼市政策 看看是否真的帮到手 当然今天内房 我们H股股升得很好 香港消息 盈光幕就是金融峰会消息 刚才新闻也报了 不用详细说 我们找KK继续聊天 KK你好 早安 Hello 你好 是啊 如果内地焦点 当然是刚才开头的两点 看看你的重点放在哪里 还有上证真的拗了一段时间 什么时候突破呢 大家都会觉得上证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方向 就算在低位弹完之后 动力又未见到持续 我想大环境一定是受着外围因素影响先的了 你看到美金太强的话 人民币这段时间都略为偏弱 所以A股没有进一步震荡 我觉得已经是代表了短线 好像比较平稳了一点 而市场应该会再看看 未来会不会再多一些 一些经济相关的好消息 譬如在今天算 你看到内房的消息 仍然会比较 对大市的气氛帮助到 所以会不会是进一步去等 不同行业一些扶持措施 又或者这个星期尾会有些经济数据 之后是否有机会降准 进一步释放一些资金呢 我想市场上面是等这些 A股可能才会有一个更加明显的向上方向 其实今次MLF的利率就没有减到 刚才聊起来都说 我在想星期五公布几样重要经济数据 明天公布零售工业增加值 固定资产投资 这些都是对于内地经济很重要的 启示明天会公布数据出来 今天人行又没有减这个MLF利率 那些数据是否有机会偏好一点 所以阿爷不用放水后住 有机会有冲景在那裡 是啊 这个说得没错 因为反过来看 如果上几次当数据差 它是真的很差 那他就要把利率 做定了先了 是的 下调先了 但今次没有做 可能数据未至于可能很好 但可能会有些改善 所以又不需要太心急去做 我觉得都对的 如果现在太心急去硬去稳住经济 你做一些以前可能 叫做不是太利好的资本市场 那些大水万贯那些 可能效果未必那么好 但今次你看到他没有做 可能是等到数据 甚至乎可能再观望多一点 我想九月份整体来说 你由PMI开始 情况又不是这么差的 没有之前市场那么差 所以会不会连带一些 就是三头买车数据 都是每月期中那么差 而不需要那么急去做一些放水措施呢 我觉得都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可以当是一个短线的好消息 当然你最后一些经济数据出到来 是比市场预期中好很多的 那更加会利好过A股 但这个方面我觉得 不要太大憧憬 只要数据好些的话 起码找到港股和A股 是的 其实说真的 有关内地经济的走向 都是有不同意见 我日前才分享过 有个别大行都估计短期内 应该是花期的 短期都有机会会降准的 去支撑经济 真的有不同意见 而且我想大家都会明白 为什么人行没有那么轻易 不断放水喉 一来他们都常常说 不会大水万灌 第二KK 你一猛估外围不断加息 你反过来减 其实你对人民币都有压力 可能都会有多些政策方面的考虑 看外围不是说 你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都有很多因素的考虑 我怕我听漏了 上证现在看到三千二拉锯 如果你说真的不敢太乐观 都要看经济数据才算 那是不是都很难有突破 什么水位走呢 暂时看支持当然三千二的位置 因为你见到几次穿一穿 你见到都穿过的曾经 但你很快反弹上去 所以我又不当它那些大位叫做穿 但你见其实近期 亦都上不到三千三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是一旦 一些经济数据好 甚至乎有刚才所说 不单止是货币政策 不一定是降准 可能又回到一些财政政策 你尝试的话 就应该是突破三千三楼上 所以我觉得一天不突破三千三楼 就当那一百点上落 又不要太乐观 亦都不需要太悲观 好 今天内地市升的股份 我们看到游戏 游戏不是那些游戏 是那些石油 天然气那类的板块 就好些 但有个板块不太好 就是电力相关 和光伏设备类的股份 看到今早上内地都跌得比较多 因为里面都有一些在香港上市 特意拿给大家看 譬如农远 华能那些A股 都跌了超过2% 不敢说 刚才都尝试找消息 暂时未见到 那些什么坏消息 那你的看法是怎样呢 因为香港H股都跟 还要跌多些 是 其实最近这些股份 虽然在低位弹 但你见到它又回落 我想如果以传统电股 主要原因就是 你见到国际煤价的再标性 大家可能会担心 煤炭价格对于它们的影响 而另一方面 整体来说 你见到新能源股份都做得差 不过可能是间接少少的 你见到新能源行业 不是没有好消息的 你见到核能那些 再有两个项目又落实了 好像是偏向于核能 没有其他我们现在说的 风能 甚至乎太阳能相关 一些项目的落地 可能是清测市场上觉得 好像倾斜了一边 所以未必会留意一些 叫做比较多方面 一些新能源股份 我觉得这个可能令到市场 有点失望 因为理论上 很多新能源项目都很逼切 遲遲不批 是不是资金紧张 甚至今年不达标 我想有这个情况 令到电力股去下跌 还有一个原因 我不知道 我这样问你 就是之前它们升得多 我们举个例 但今天是902去做个例子 今天902跌了H股 就是4%流上 都多了 你看图 之前它升得多 但今天一这样跌下来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 所谓破坏了它的上升形态 因为两个前浪顶的支持 好像稍稍穿了 是啊 肩元的双顶 再下前浪的顶 那调整幅度 就这样看都可能真的挺深 我想它是其中之一只 其实还有一只 就是东方电器也是这样 东方电器1072 你见到它类似都是这样的 又是之前刚刚的突破向上 然后再下来 所以某一些股份 你见到比较强些 但最近开始有些回吐了 可能是捱不到高估值 所以你说会不会是 亦都是因为这样 而令到整个板块 在台下开始有些资金流出 或者先锁定利润 我觉得都有这个关系 因为毕竟现在大市 投资者的信心不算太强 一旦看到赤狗灵异 双顶突破不了 一落的话 一落回来的幅度 都可能会很深 好啊 那港股的时间就差不多 那些山东麦龙的异动股 是说不到的 不要紧 我们迫着关子 晚点再谈 好 这次不如这样 既然我们休息一会 回来再跟你跟进港股 和你的深水股 这里即是密博的时间了 港股跌了两天之后 今早就回升 最多升超过一百点 一度都上回到晚九点的水平 立刻跟进一下 今早做领帐的行业 就有些内房股 看着内地有部分的地方 就松绑一些买房的一些措施 释放新一龄的政策优化信号 一堆内房股普遍做好 当中龙光和蓝筹 碧桂园来说都曾经升到超过一成 至于行业内有些中标珠寶的行业和煤炭股 就看看借瑞琳 一度都急升压近一成三 煤炭股有点回奥大利亚 一度都升到超过百分之四 再看看今天有什么跌的行业 有些金属资源和电力股 看到当中五矿资源 俄铝和中铝来说都跌得比较多 其中五矿资源都跌了超过半成 电力股方面今早做亦都要跌 华能和华电最新都要向下 最新跌幅两只都有半成国外 即使密博看到这里 欢迎订阅节目时间了 恒指来说到10点左右曾经升到165点 上回到19000的水平 不过见着升幅收窄了 现在最新恒指只是升64点 最后是18912点 见到内房股继续强势 碧桂源继续升到一成 不过恒指的升幅收窄 主要是因为内地股市转差 四大指数齐齐转跌 当中见着上证指数现在跌22点 深圳的股指数跌幅比较大 深圳城市 现在最新跌幅超过1% 跌173点 至于创业板指数版面上没有 不过我们口头补充给大家听 现在跌幅到2%过外 当中是一些光伏、风电、存能股 都拖低大市 上一节都讲过一些电力相关股 这一节我们就请嘉宾Ellen 一齐出来谈谈其他板块 HelloEllen Christina 你好 你好 堅主哥 港股来说 现在的升幅都收窄了 你看恒指是否能保持 短期都挺难的 我想持续向下试一试之前的低位 我想这波都要回到18,500 这些位置做一个整固 但你说进一步下破 即3月低位18,200 暂时你看都应该是可以守得住 暂时进一步穿毁的机会 就不是那么大的 但始终向上真的缺乏动力 今天很明显就受A股胎量 A股我相信 就和今早公布MF是有少少关系的 因为虽然MF的息率是没有变 但就因为始终量是缩了 即是说中长期 其实那个流动性 都是比人行那方面 是有少少收紧 其实这件事会有两方面解读 第一就是可能市场会不会担心 其实人行觉得之前可能放得太多了 现在可能会收回少少 其次就可能为后续的降准 是会做准备的 因为始终你见到人民银行的政策 货币政策那方面 那个步伐就不会一次过揽得太阔 可能都是逐点逐点去做 可能大放之后 那就会收回少少回来 然后再大放 所以我觉得就对于A股 或者对于内地的流动性的看法 就不一定要太过淡 另外外围那方面 我相信都是一些利潭消息主导 那就公布了 就是美国公布了百分的CPI之后 那由于就是后续那个加息 那个步伐那个预期会加快了 那我想就是就是 就是很多的风险资产 都应该会重新定价的了 那美股那方面可能短期 都仍然会有向下压力 那这个会进一步拖累港股的 那短期来说 那可能港股 都会进一步试一试 就是个低位 那但是就进一步下破的机会 就不是那么大的 那我想就是部分的板块 例如上游能源资源 又或者是电讯 那这类这样的功用 或者是稳定少少的板块的话 那仍然都会有资金聚捧的 嗯 那接着你就看就说 恒指可能短期算是存定了一点 那见到恒指现在呢 最新的升幅收债到55点 不过当中呢 见到一部分板块 其实都保持到的升势 这一节呢 看看医药相关股了 那大家记得之前都急跌了 尤其是药名生物 那今天终于有个反弹 曾经反弹到百分之八 不过现在的升幅 来为收窄到百分之六左右 若名康德呢 那现在继续升到百分之七 他价医药 今天修复了十天和二十天线 那现在最新都升到半城过外 那样康农化症 康庆诺生物 齐齐升百分之三 那现在看着呢 就是医药相关股 当然要看着美国那边的消息 现在美国总统拜登呢 就说星期一 签署了行政命令 要求促使更多的生物医药等 留在美国当地生产 就是减少依赖外判去到中国 细节是怎样呢 他就计划投资二十亿美元 就在生物科技行业 当中就说一半是来自国防部 未来五年都会资助一些 相关制造业的基建 以及吸引美国企业研发创生药等等 之后就留在国内生产 那剩下资金就再撥款四千万美元 就是拓展制造一些抗疫医疗配套 以及一些抗生素等等 Alan 现在你怎样看这件消息 其实是否算是明朗化了呢 事件之后你觉得发烤完美 我想差不多了 因为星期一刚刚传出这个消息的时候 因为未有这个法案的细节 所以市场的解读相当之负面 因为大家参考之前美国的晶片法案 因为之前美国通过的晶片法案 真的很明显是针对着中国的 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其实是在一步 因为之前的法案底下 如果要取得美国政府资助 你基本上就不能和中国公司 产生任何业务上的来往 这个的确是会压制了 就是在中国 我想是芯片科技那方面的发展 而且芯片法案其实规模也比较大 牵涉的资金有五百多亿的美月 但是今次这个针对生物制药的一个法案 或者一个行政命令 其实相对的规模真的小很多 因为整体的撥款其实是二十亿美金 我想是比较难去扭转整个行业的趋势 我想短期来讲 其实无论欧洲也好或者美国也好 其实将部分的一些业务 尤其是生物制药 尤其是上游相关的那些 就是原料药又或者一些抗生素 这些外判给中国生产 这个出色应该都不会太大的扭转 而且今次你见到出来宣读官员 或者解释的官员 其实那个通和上次的芯片法案 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因为你看到今次的通 其实都没有太特别针对中国 反而可能活款里面有很大部分 可能用在美国本身的一些基础建设 所以可能就未来一段时间 其实中美企业之间 尤其是在生物科技领域 其实合作的机会 其实就多过对于中国企业的封锁 所以由于这一次 例如星期二因为这个消息 所以有部分的CR6O的公司 其实股价有一个过度的下跌 我想这个过度下跌 其实需要修正的 今天so far为止 看到反弹 其实都未是 跟之前的跌幅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 我想后续这方面 就是逐步明朗化 或者是消化了利淡消息 为一个市场或投资者 逐步凝清趋势之后 我想这些企业的股价 应该就会回到去 我相信上个星期左右 这些水平 如果是真的我们要 短线可能播下一个反弹 有没有哪些股份是你心水 或者一个部署应该怎么做 暂时看 其实大部分CR6O 其实过去都一个急跌 但是有一只 就是药明生物 你看到的跌幅 真的比较大的 还有这个大得来 就有少少 不是那么有道理 其实你看到药明生物的确 它本身都在走一个下降的轨道 所以整体我想中长线来到说 的确是走势不是那么离好的 因为始终过了一段时间 可能整个生物制约的投资出现一个泡沫 泡沫泡沫之后需要一些修正的 这个可能对中长期的收入会有影响 但是短线 尤其是你看到药明的在手订单来到说 至少今年和明年的增长 即是收入和利润都应该会有保证 所以这下反弹 估计其实有机会就回上去 其实下跌前少少的水平 第一步的反弹目标 可以定在60元这些位置 好啊 60元 现在海通那边其实它都评药明生物 它就说看这个制造法案 对药明的中短期的影响都是有限的 它就说预计2022至2023年 若明生物的利润应该都还可以 保持这个高速增长 以及看好它的业务 这一节不如我们口头补充算了 这一节和Allen谈到这么多 谢谢Allen分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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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